女士 那没有出城啊 出啥城啊 走到半道上 碰见生力当街杀鬼子 这为了救他全给耽误了 生力当街杀鬼子 大 doctor 两处枪梢 一处子弹还在身体里边的 现在都已经发烧了 赶紧的吧 好好 走走走 我马上走 来来来 都多吃点啊 怎么样 香不香 兄弟们 我没有吃 老爷 多吃点啊 老爷 他飞回来了 老爷 太厉害了 老东西 这进荡城不但没死 这咋还精神了呢 啥玩意儿 那 我那小黑风铃响 来来来来 别吃别聊 来 拿个劲儿 老爷 份儿呢 一会儿就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这阎王爷 咋没把你这把老骨头 给收了去呢 来去哪 赶快去 这 不是 这是肉啊 那这 刀工没刀工 那成闪没成闪 啥呀这是 不是你啥意思 他自打上山 不就这么吃的嘛 不是咋的啊 进了趟赵州城 就算见过世面了啊 这你要是进趟新京 我们这些弟兄还不认识了呢 十世面倒是没见着 告诉我啊 赵州城里百户楼的一个叶大嫂 那大厨师我倒是见了一个 我一天三顿不带虫样的 那做的菜嘎嘎香 那才叫吃菜呢 那才在想上回 哥没良心的 上回怎么把你病死呢 那 那得舍得啊 来 二叔 黄泰哥 上 回来了 上 早点啊 二叔 挺好的 你看这儿 多精神的 二叔能活过来 多亏了江营长和独立营的弟兄们 独立营的弟兄们呢 被困着赵州城了 啥意思啊 我们呢跟江营长是分头出的城 我跟二叔刚出城不久 鬼子就封城了 离城不远 我听到城里枪声打成一片 我们估计呢 江营长他们跟鬼子遭遇上队 打起来了 咱俩手里又没有家伙事 城没有关子 我们又打听不到消息 所以我跟国才一合计呢 我们就先上山来 跟你一起想办法呢 那有啥鬼瞎烂的 赶紧带弟兄们下山去救他们呀 救肯定是得救 要不是独立营的弟兄们 咱们这些人 就算不被饿死 也得被鬼子搅干净了 这份情意啊 咱得记住 二当家的 听你这话 现在看独立营 不那么碍眼了 啥碍眼不碍眼 有恩报恩 有怨报怨 咱也别藏着掖着 对吧 说 对 问题是怎么救 救咱们这点人马 赵州城墙那么高 鬼子装备那么精良 人马又多 那咱不去找死吗 那怎么办啊 我再想想 请帮我接遣犯医官 喂 啊 我是 别哭了啊 先把这个汤喝了 这是师父临走贤嘱咐的 他 真的死了 师父八九 不过命大的话 每种也能活 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那你要 你要死了 师父咋办 我不活了 那我也不活了 姐 姐 你放开我 姐女 你也不活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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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你 你快把我松开 你放开我干什么呀 你把我松开 你给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给我松开我 你给我 放开我 快把嫂子含痒了 姐 你别怪我 这师父让我这么干的 他怕你出意外 江先生 江先生 你们这回有麻烦了 是不是有一个还受了伤 对 伤势不轻 所以我想尽快出场 出不去了 鬼谷已经下了死命令 紧闭城门 任何人 任何情况 禁止出入 还有 所有的医院 诊所 药房 全都安排了密探 医院里所有的病人 全部要带回宪明队 逐个审查 还有他们要对城里 所有能住人的房屋 挨家挨户地进行重点搜查 所以你们藏在一个地方 不要轻易转移 免得暴露行踪 等躲过这人风头 好 再想办法 我说 怎么找 行哪 死人都想活了才来 你这手艺不错呀 什么手艺 营长 回来了 回来 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好 什么事 小伟业 我 我 文章 你要救我一命啊 行了兄弟 啥也别说了 兄弟们都知道 你这么干 那是为了小玉化小老板 你想给他报仇 可眼下你能干的 就是把身子养好了 多杀鬼子那才是正常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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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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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出来 叶老大 我 我 也是 是我 这样啊 你 你不是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想听了 还没说完啊你 芳 放下 今天一整天了你就一个意思 我们在这儿猫着 让江大哥他们去死 芳 你能不能预示冷静点 别这么冲动 要不你怎么当好这大当家的呀 我大当家的当得咋了 要不然你当 我当啥呀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啥意思啊 你的意思不就是 傻的江大哥他们去死吗 芳儿呢 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我看你就是 芳儿 干嘛 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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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芳儿 冷静点 芳儿 听我说 芳儿 芳儿 现在别把你当成大当家的 我也不是二当家的 你就把我当成国才哥 你听我说一句 赵州城现在被鬼子围得 像铁筒似的 就咱这几十号人 进去了 也成了鬼子过年的饺子馅了 当初鬼子重兵压境 对在黑风领志在必得 是江营长和独立营的弟兄们 替咱们解的围 我张国才 就算有别的什么打算 这番恩情我还是记得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张国才还算是一条汉子 我张国才什么时候 都是一条汉子 那些人是谁 谁 我张国就知道了 我张国说的 有什么时候 下一架 快快 下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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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等一下 等一下 开拳 开拳 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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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咱们要搜这地儿啊 是一凶宅 闹个鬼啊 这家房子的女主人 死在她黄军手上了 以后只要是有咱黄军 打着路过 哪怕在这儿台阶上歇一会儿 那都会浑身发冷 出虚汗 回去用不着几天 就会全身发黑 肉就往下一片一片掉啊 后来人说了 那个叫火力辣 那你 火力辣 那就在前几天 才有几名大日本皇军 就在这儿殉国了 死得可惨了 要不我这样 那个为了咱黄军的安全 我找几个伪军 把门砸开 让他们进去保护啊 你等着 没事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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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点 停了点 哎 没看 好 接下来好了 好了 好 来还得把衣服穿上 叶叔 哎 还 快起来 你现在都给我崩开 慢点慢点 没事吧 叶叔 来把衣服穿上 叶叔你那就那个事 我这天算没法包打你了 你看这孩子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 叶叔 我要杀鬼子 我给财神报仇 孩子你得这么想 你得把伤养好了 才能打鬼子 你伤养不好 你能去打鬼子吗 是吧 再说咱们中国人嘛 这个年约 活了今天明天什么样 有人来 你别动啊 我去看看 有人没有 开门 谁啊 快点 你多想什么呢你 谁啊 黄局有令 负命搜查可疑分子 少废话让 我见 快点吧 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这 这死了 韩天跟你们 千万一 你是咱白妇楼老人的 我这能有啥血一块呢 叶大勺 这没有可疑的 你就让黄军搜一圈嘛 不是我不是怕这黄军收累吗 行了少废话 这都住什么人 对对 这 这是我住的 那是我姑娘 那个是仓房 我那小伙计住在那儿 宋文娟 你看 钱嫂 你得了 是西地所有 走 钱 钱翻页 你不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 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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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太医院 钱翻页 怎么回事 这不是小秦姑娘吗 不是叶掌柜 你这唱在哪一处啊这是 钱翻页 这孩子他 他不听话 他总管就往外跑 我就把他见笑了 你这哪是教育姑娘 你这不是给人上刑的吗 不是 他行 行 太医院 这地 姑娘 良民大大的 咱们开门 是 这好东西 叶大嫂 这可真是 那是你屋啊 是 来 领我看看 快点 去 钱翻页 你这意思 是钱翻页知道里边有人 他没支撑 没有 没有 你看 你看 这我屋嘛 他就进去了 进去我剁 拿了个剁肉的刀 我就跟过去了 如果他再晚出了半分钟 那我就把他剁了 确实 他出来 他出来没说啥 那你说钱翻页是自己人 那倒算不上 他是为了活命 但被我一步一步逼到现在 那你说钱翻页是自己人 那倒算不上 那倒算不上 他是为了活命 但被我一步一步逼到现在 他把他拿出来 他把他拿出来 凡事跟鬼子有血海深仇的 咱独立能都在帮他 对呀 把他转移过来 老在百夫楼干啥 咱小琴妹子 这个人的底细咱现在不清楚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我跟独立营里有联系 师傅 不好了 咋了 我姐跟那小孩跑了 跑了 那他咋知道这事呢 刚才我去送饭 他问我 我没瞒住 然后他追那小子去了 那小子说他去杀日本鬼子 报仇 你呀 你呀 快走 哟 你呀 有 你呀 有 许恩 你这火气火燎的 出事了呗 许恩你到这个财富店里 干啥来了 我先生啊 给山里的弟兄们 定一批手奔子 过几天能出城的时候 就给他带回山里 许恩的 你这火气火燎的 我舅那个小伙伴 他背着自己做的炸药 去找鬼子报仇去了 你说咱家晓晴跟着哭着喊着 跟人去了 我没招呼 我就到这个棺材店找你 我看你不在 我就让连山他们几个 分头去找了 啥时候的事呢 就刚才呗 他没说去哪儿 他说 好像说去鬼子最多的地方 那鬼子哪儿最多呀 验冰队 快 姐 姐 干什么呀 快点 快点 师傅让你回家 你松开我 他跟你说你再跟着我就喊了 那警察给你逮起来 打你个万死 姐 你什么东西 你干啥 姐 你别跟那小伙伴跑了 行不行 他肯定得闯大货 然而你就得收牵连 你说你要收钱量了 师傅可咋办 行了 你别说了 样子都是骗子 没能耗死 你怎么猜我 我跟你说啊 再跟着我真喊了 他怎么能做呢 你说 谁啊 叫你笑话 看到了吧 看见了 你去买了小倩 你快去 你 你 这边交给我 你快去 姐姐 姐姐 他在哪儿呢 咋样啊 不是 你这孩子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二东王 你怎么让他上这儿来了 我可整不了 无了好风 他就让把我撕了就 就是 姐 姐 你说他非要杀鬼子 我能拦着了吗 你小点事 你说他一个人 他能杀了鬼子吗 不行 我得找他 小倩啊 你江楚现在去救了去了 你说你现在要去 他是救你 还在救他 咋找啊 什么玩意 咱们这儿 回家 走 回家 姐 快点 快点 你帮我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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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不要 有陈克 快 抓陈克 那边保护司令 你干什么 就要找鬼子报仇 你报个屁 拿了个破砖头 你想要维护一郎的命 你小子可真有意思 我问你 你那炸弹是用麻雷子改的吗 我是拿那麻雷子改 我拿一捆麻雷子呢 我都把那火药都攒一块我炸鬼子 我也没想到我都没炸死啊 你个小兔子 你不知道为什么没炸死 你今天差点把大家连累了 我 黄桂 漂白犊子你知道他家什么情况 他们全家全让日本人杀了 看着傻了吧唧的吧 还有一点血性 算个汉子 民长 再收了吧 回头我带他 小子 你可得管我叫师父了 回头我好好教教你 咋玩手枪咋玩炸弹 你就不用自己送死了 你说这小子吧 这本身就没地方去 是吧 今天这么一出 你说就你他那张脸 这不半个赵州城的鬼都认识了吗 你个小熊样 你还惦记小琴妹子 给句话 跟我们独立营上山 去还是不去 去去 只要能杀鬼子 我去哪儿都行 行 江先生 明天城门就开了 你们可以出城了 鬼谷松口吧 城门封闭的这段时间 没几天 赵州城就开始闹莲慌了 再不开城门 赵州就变死城了 鬼谷也是没办法 不过 这次你们还得多加小心啊 鬼谷在各个地方 放了很多暗探 民宿内谨 你们可千万不能漏了马脚 还有啥情况 今天早上 司令部给他来电话 上头对他非常不满 鬼谷要求 戴罪立功的 大人 大人 你去查查马果的 哪事啊 毒的爷子江长他们回来了 江大哥 来了 葳儿 你走算回来了 回来了 这次回来的呀 跟你商量个事 小鬼子呀 已经给咱这黑风领摸了一次了 我想呢 让大伙收拾收拾 三天以后 咱转移虎头领 行 听你的 你说什么时候转 我们就什么时候转 好 天师 走 赶紧 把那些新带来的装备 给大伙看看 是 看看 别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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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好 好温的 又厚又暖 那还得勾勾你的 接着 这宰小鬼子一点不当事 那当然了 以后啊 咱们就好好打鬼子 好好打鬼子 好好打鬼子 光贵 这小子是谁啊 那啥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新书的徒弟 叫孙志平 志平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这小子有点傻头傻脑的 王后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做得不对的 你们告诉我 我他妈削死他 嘿嘿嘿 都不得不好 倒露了 你怎么快就快 going 要过来 你怎么快来 我帮你 探索 老爹 你在那儿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个啊 那个啥 你干啥呢这是 这干活的 赶紧去 你看你这个吧 你得往这儿切 好 再切下来点 好啊 真不错 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营地给建好了 那当然了 那旗子还是我亲自给挂上去的呢 好啊 这才像是咱康连的营地啊 这个东西叫手榴弹 那天你要去找鬼谷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东西吧 那王八蛋的媳妇早就成寡妇了 比你那破砖头好使 这东西砸屎了 砸屎啊 你看我叫你 这后头不是有个盖吗 看见没 把这盖拧开了 然后露出一个拉环 这个拉环往下一拽 你就可以朝你要炸的地方扔出去了 好 干啥 这东西不能真拽 你拽了它真炸呀 我可不想给你收拾了 小子 小子 我问你个事呗 听说你是个大情种嘛 你把叶小青缠上了是吗 我 他吧 啥玩意你你你他他他的 我警告你 以后离叶小青给我远点听见没 不是 他爹都不管他了 他爹不管咋了 他爹不管我管行不行 孙志平 你回答我 现在你是什么身份 我 我 我独立营的兵啊 对对对 你现在是独立营的兵 我承认 还有呢 好 你徒弟 知道不就我了 我告诉你 你小子要不讲话 叶小青以后就是你的师娘 你见过哪个徒弟 跟师父抢媳妇的吗 见过吗 傻了吧唧的 刚才都给你讲清楚啊 把手榴弹的这个拉环怎么拽 怎么扔啊 现在你锁定你的目标 往那个目标扔出去 尽量给我扔准了 听见没 好 练得还真带劲儿 二叔啊 二叔啊 这打仗啊 得靠真本事 光带劲儿有啥用啊 郭台 二叔这套命都是你捡来的 啥时候说话办事 那二叔都得向着你 快跑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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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你看 快跑快跑 二叔啊 郭采哥 范儿 瞅啥呢 没有 这不看他们训练的吗 你也带着兄弟们 跟他们比划比划 光看着干吗呀 啥个比划 这都空架了 郭采哥 跟你商量的事呗 说呗 叫他马样打枪呗 对啊 叫我打枪呗 叫他 闹 咋 咋就拉倒不呢 光采哥 你比老从门缝里看上 打成看匾子行不行 我姐今天都夸我了 这才几天呢 等你藏伤我都行啊 真的呀 那 那你老厉害了 那你真是当土匪的好材料 可不 啥呀 郭采哥 你的老棒呢 咱现在不是土匪了 咱不是那个 抗联独立赢第一大队了吗 第一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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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采哥 教会我打枪那不是真本事 你要教会马鸭打枪了 那才是真本事呢 还真是 把马鸭教会打枪 那还真是真本事 快去 咋样了 愿不愿意学呀 那咋不愿意呢 走吧 又进来 快去吧 咋样了 谁 谁 他俩啊 你看 知道这是怎么了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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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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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啊 你挺好啊 看着呢 不错 有进步啊 金院长 上 过来兄弟啊 金院长 我听说你功夫了得 怎么样 给弟兄们量量 那 张国财 啥意思啊 啥干啥呀 我就是想跟江营长讨教讨教 江营长不是总让我们训练吗 这训练好了总得检查检查 是吗 是吗 啥检查检查 还讨笑一下子 你改天再说 爷俩 改啥天 你天这么好 弄一样 这样呢 这当着我的弟兄面 你是不给我面子呀 行啊 国财兄弟都这么说了 这再不硬招就不对了 看你吧 你不如你 你快跑了 你快跑了 他快跑了 小专门 咱们快跑了 你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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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跑了 你们快跑了 你快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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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副大队长 这家伙这 这家伙副大队长腿弓太厉害了 行了 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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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啥行 再来 咱们再接人来 啥接人来 接人 不行 咱们接人再来 你干啥呀 来啥呀 你都给我穿小笔 下来看 咱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你啥 行了啊 差不多得了 好了 就到这儿了 行啦 兄弟 快来点啊你 蹲个屁 滚肚子 走吧 上哪儿去啊 咱俩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上我屋陪我说点话去 说话跟着说不定 上屋干啥去 行 这儿都是自家的兄弟 有什么话 我也不藏着掖着的 今天我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了 你对我火凤凰 到底咋想的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一个名分 啥名分呢 早有了吗 你看 抗连 独立营 第一大队大队长 这不是名分吗 要名分你 我说的是我俩 不是咱俩吧 你再 你等会儿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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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走吧 真是什么啊 看出那颜色呢 这笔学操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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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咋样啊 这屋 挺好啊 下面还新房 鸣红水座 挺好 再替俩红水座 就更好了 双喜 坐下 好 方儿 其实呢 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 想不想听我说几句啊 不想听 我先说 行 你先说 以后你就留在山上吧 咱俩一起生活 不行 为啥不行啊